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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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ест像 万少了 你要去有恩ね 南无所魂öß 你吧 庆炎 不是 先云农的 只有 invite FL 我去找我 先那怀咱俩 您身体不好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 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不 我虽然年纪大了 黄图埋半截子了 但是能救淑宝 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 我就求之不得了 娘 菩萨 求菩萨保余 求菩萨保余 你回来了 是 样板就要给军师了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还没有找到 如果今晚再找不到 苏宝就没命了 菩萨 我谢谢你啊 你帮帮忙 帮帮忙啊 菩萨 帮帮忙啊 你不要乱说 要成心成意才行啊 好孩子 菩萨 你不要怪他 苏宝啊 好好说啊 菩萨 一定会有的 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别说了 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 救救苏宝哥吧 你不服我 改双 忘了 你不服口 给你 改双 很难 对 你怎么说 智子 况人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疯人 嘴 菩萨显灵了 显灵了 已经找到一个和书宝 训向完全相同的人了 谁啊 谁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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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呢 谁啊 谁啊 是李姑娘 太好了 书宝终于有救了 我去找皇上 走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 至少需要四碗血 才能保住书宝的命 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 还要看情况 那就不用担心了 李明一个大男人 四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 何够我们还有荣荣姑娘 可是放血者的损耗会很大 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如果再放血的话 我怕伤及内服 你还让他们担心 把其他人担心 便要但我 李小姐 你们做主 李一文的 够了 你会生病的 没关系 挣点血不会有事的 潘医继续 李姑娘 你已经放了两碗了 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我没事 李姑娘 装钱边 皇上驾到 皇上 谢谢 全部没礼 全部没礼 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 呐 喂 喂 李密啊 李密 李密 不是 皇上 你快点放血啊 淑保就快等不及了 好好好 军师 朕还需要多少血 启禀皇上 还需要两碗 如果成功的话 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两碗 这么多 皇上 请你快点吧 恕不保他等不及了 对啊 快点呢 好吧 来吧 皇上 再坚持一下 还有一碗就够了 皇上 皇上 你没事吧 没事 这 各位有所不知 朕从小就体弱多病 血气不足 最近有国事繁忙 休息不足啊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 方能再放血了 不是吧 你再放一碗呢 太有补药给你的不怕的 那朕明天再放 可以吧 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 都放了两碗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二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 你 朕有点不舒服 就先回去了 皇上 我请送你回去 好 来 这 不知吧 你就这么走了 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情况紧迫 我再多放一碗吧 李姑娘 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情况紧迫 就人要紧 我现在就和太医 为秦将军灌血 一有消息 马上告诉你们 军师 你有几分把握 不知道 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那就麻烦军师了 李姑娘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百废的 军师 好 到那边坐一下吧 若若 坐 李姑娘 你一下放那么多血 一定要注意身体 其他事情就照给军师和我吧 还是李姑娘厉害 那个李密弱得像跟葱一样 连个女人都不如 真是没用 什么身体虚弱 我看他就是担心自己 自私自利不肯放 我说 我让出皇位给他做 才是最后悔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 总龙慢吞吞 爱手爱脚的 一点都不大气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 为他出生入死 到关键的时刻 连一滴血都不敢放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 伯当他变了 变得心中只有皇上 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 秦大哥 秦 李姑娘 李姑娘 赶快扶他回房 快 宁大娘 他醒过来没有 还没有 蓉蓉 蓉蓉 你觉得怎么样了 还好 只是有点累 秦大哥怎么样了 刚才太医给他灌过血 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他 别动别动 蓉蓉 先躺下 刚才太医也给你耗过脉了 说你身体有旧患 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 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 到时候没等旧活输保 你倒先病倒了 蓉姐姐 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别说了 蓉蓉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行 我还是要去看看他 怎么样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 不过还要灌血多次才能康复 还要灌许多次 可李姑娘他 我没关系 太医何事需要我 尽管找我无妨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 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秦大哥是国之栋梁 是细位不可缺少的人 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 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那怎么行呢 你的命和书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 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 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大娘 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 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荣若姑娘 书宝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现在救了他一命 就是救了我一命 以后只要你一句话 我程耀金 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到今天还有人 愿意陪在朕的身边 朕已经觉得是上天 给我最大的恩赐了 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只要皇上喜欢 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 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 臣妾也心甘情愿 到时候 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 都没机会了 怎么办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 各地大将 反的反 死的死 走的走 满朝文武 能逃的就逃 朕的政权 已经是一盘散沙了 别说回长安了 我想大随江山 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 已经为期不远了 皇上不要太灰心 宇文丞相父子 忠心耿耿 文韬武略 此能稳住江南东渡 皇上的位子 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怎么会 皇上只是尚未淑喜 略显憔悴 带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好 宋君留得颜色在 知恋亦别格世亡 美人今朝礼无便 好头颅他日归何人 认识 rob 復带 以南 皇上 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怎么干什么 宇文成都 把他们抬出去 是 是 宇文清家 你们等不及做王国之臣 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臣等不敢 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 特请皇上与先帝穷花公主团聚 臣保证给皇上一个权势 多谢宇文清家 朕没有看错你 连死都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 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我 算了 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 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宇文卿家 朕希望可以 下最后一道圣旨 皇上想下就下吧 但适从适抗 要看老夫的心情 宇文换机兼旨 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 好好照顾萧娘娘 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这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 归房之中心有缘力不足 臣愿意遵旨 皇上 臣妾 归送皇上 他病了 我疑惊了 不疑了 我疑惊了 臣妾 我疑惊了 不疑了 我疑惊了 他疑惊了 再尊怼 隐户 天子自有天子的司法 何必刀剑相剑 我选择跟我父皇兄长一样的司法 既然你这么说 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 答应你这个要求 令狐达 在 请皇上上座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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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温大人 临走之前 我想干干净净地见家里人 我想干干净净地见家里人 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是 是 朕登基这么多年 今天的样子 最精神 我梦 将难好 正了 已忽然 传国玉玺在我的手中 我就是皇帝 天下皆听命于我 从今日起 改国号为大许 定都洛阳 宇文成都 儿臣在 封你为泰国武安王 谢父皇 宇文士吉 臣在 封你为丞相 谢皇上 令狐达 臣在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谢皇上 挺身 谢皇上 封你为了 封我大许 国泰安康 常驻江南 朕决定 颁发诏书 封各地十八路返王 各自为王 各自为正 互不干扰 无需朝贡 特颁诏书 丞相 在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 拿上来 盖上玉玺 马上分发给各路返王 还要各地封王 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父皇 儿臣愿意亲自领兵 讨伐宇文化级 夺回传国玉玺 然后一一降服众返王 让他们尊父王为九五之尊 夺回传国玉玺是一定要的 不过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为什么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 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 你为人心存富人之人 不能担此大任 况且宇文化级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 凭你的武功和兵法 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父皇 儿臣并不是富人之人 只是不想在天杀戮 兵法有云 上兵伐谋 其次 够了 这次非元霸不可 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 父皇 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不必多此一举 元霸原籍西征大盛 正在回京的路上 柳大人 臣在 本王命以为军师 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 传圣旨 李元吉为元帅 李元霸为先锋 直闯同关 入洛阳务必夺下 传国遇袭 遵旨 是 启禀皇上 铸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赵珠 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岂有此理 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 父皇 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算了算了 不受封就不受封 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 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 成都 将扬州 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 调回洛阳 稳定东都 皇上 大事不好了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太原李元大军 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 正往同关进发 什么 他夺我长安 又费前程 改变马 为天朝代王 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 这不是贼汉捉贼吗 成都 儿臣在 马上领兵出铜关 杀退敌明 是 李文士忌 陈在 扳法诏书给各路返王 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 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臣遵旨 李渊派谁为帅 回王爷 敌方以李渊吉为帅 李渊吉 李渊吉 那我就杀他继棋 然后直到长安 可是他有李渊霸做先锋 什么 那李渊霸可是个狂人 郑都王 你有把我吗 看来只有死守通关 以毅代劳 待敌军粮草 全部耗尽 传我号令 死守通关不得应战 是 皇上 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 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带向他 皇上 皇上 曾为昏君臣下 一日为君 一生为君 皇上有念旧之情 你又何必劝阻呢 还是丞相之书实力啊 朕恨不得立刻发兵 为先王报仇 这个我赞成 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 如果我们打下洛阳 占黄河之力 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 共同杀入长安 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只要从宇文化籍手中 夺得传国玉玺 那我们便有能力 号召各路反王封烟依附 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 已不是难事 善将军 说来容易 虽然宇文化籍已是强弩之末 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打败宇文成都的萧綦大军呢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 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我提议 先固守现有的疆土 不宜涌进 丞相所言极是 朕也不想大动干戈 不许多了 圣灵涂炭哪 还是休养生息吧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 兵法有云 以战养战 再不出战 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 这仗是怎么打的 二哥 你怎么可以 我是个粗人 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启禀皇上 李渊派李渊吉李渊霸攻打通关 宇文成都前去硬敌 如今洛阳只有三万孤军把守 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 打着为阳广报仇的旗号 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废话 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 这报仇是假 夺传国御喜是真 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趁禹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 朕决定御驾亲征 向洛阳进发 皇上 您龙体虚弱 此行兵凶战威 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 此行正是非去不可 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 第二 这传国御喜乃是天子的信物 只有王者去掌握 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 此战不容有事 除十大奈留守瓦冈之外 军力尽出支扑洛阳 怎么办 让人格罪あの下 Anderson 来 不可 在传国御医生 要有此理 没有 พ优兄 你不可 老公 早来 必须 老公 放 怎么样 战况如何 启禀三将军 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 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再这样下去 恐怕粮草不济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铜关 向洛阳进发 我怕到我们破城时 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讨厌 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 一点都不好玩 军师 注意点 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 免得被敌人察觉 军师 咱们这是要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快点挖 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截足先登 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 昼夜不停 是 是 启禀皇上 各路返王封炎大军绕过铜关 现已兵临城下 什么 好 来了 终于等到了 这位一定是新的卫王李秘 作国官的果然不同 走路一步稳稳当当 怪不得姗姗来迟 各位同道对不起了 请 李某 离不了你们 你们是了无牵挂 说来就来 我呀 不管怎么说 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 是吧 这位想必就是 侍主成王 洛阳王 王世冲 王兄 本王没什么本事 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 咱们废话少说 今天大家聚集洛阳 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 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 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 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那你能让给我吗 打是肯定要打 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 杀了宇文化吉 然后再夺玉玺 如果要是让李源霸赶上 那大家可就没戏了 你们说好不好 好 我问大家一句 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玉玺是天子之物 抢到当然是天子了 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 大伙同意吗 就得大伙 谁都能喜 我就放他为了他 那就一言为定 谁得玉玺 谁就是天子 启禀皇上 城下敌军设来舒寒一封 都来听听 语文化吉 我等献你明天此时开城投降 并献上传国玉玺 即 王生 皇上 城门一破 你我难逃一死 以臣之计 我们就开城投降吧 应他们争夺玉玺 我们趁乱逃出去 朕也没有办法 就依你所言 明是开城投降吧 四弟 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好啊好啊 快说怎么玩 一会儿啊 从这儿钻到头 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 就能看见那个用剑 射你的那位将军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太好了 三哥 那我去了 传令下去 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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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折走 女王换气 于门花儿段报鸿 聊金 加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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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姓 是 驾 停手 玉玺也在我大魏手中 大家不用争了 说 宇文化鸡老狐狸跑哪去了 他已经走了 我是他侄子 我是无辜的 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 穷信 辛苦了 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魏李密手上 按约定我就是天子 诸位有哪位想毁约 站出来 我们说一不二 我听你的 对 我听你的 那我下令 各位客日撤军 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 三个月之后 各位再召集兵马 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 一统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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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江山 一统江山 你可知道 你需要的 ���援 画 五一统江山 刘洛 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 我不想和你们打 走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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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臣命要紧 李密 你献出了玉玺 那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给我上 走 走 走 住手 殿霸 玩够了吗 李元吉 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 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 你 走开 我跟你 李密 皇上是使我者为俊杰 还是交出玉玺 免得血洗大殿 你还有资格坐这儿吗 下去 这种感觉真不错呀 你们听着 我命你们明天交出祥书 向我三跪九寇 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 不然的话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你要我们三跪九寇 怎么了 有意见 李元吉 我 你 皇上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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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我先走 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 英雄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饶了你 休想 为了冰冰 你今天非死不可 传我命令 立刻撤军 皇上 现在唐军已撤 重反王已退兵 我们何不趁此机会 一曲拿下洛阳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 如果拿下 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 以我们现在的军力 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瓦冈洛阳相居甚远 难以兼顾 如今瓦冈力空虚 我们要赶紧回防 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战 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军师 这次我们全胜而归 不仅拿到了玉玺 还收了重反王的降书 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了 我始终都觉得 应该将重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 现在放骨灰山 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军师 你也太多虑了吧 有缘罢在 怕什么 来